国足与日本男足亚洲区12强赛的关键战即将来临 尽管国足在B小组的排名位列6支球队的倒数第二位 而且与前面球队的积分差距较大 而日本男足在本组当中成绩则较为稳定 目前排在小组第二位 出现形式还是相对稳妥 在很多球迷看来 按照目前的形式 国足想要出现的机会非常渺茫 但是在赛前 不论是足协 还是国足新任主帅李肖鹏 又或者是个陆媒体和相对乐观一点的球迷 似乎还是对国足能在与日本男足的比赛当中全力征战 或者争取平局 至少是不输的难看必有很大的期待 当然 在业内人士当中 一直以敢说文明的范大将军范志毅 则和这些看好或者给国足以支持和鼓励的人们有所不同 他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直言 国足不可能赢日本 除非奇迹 于是 有媒体人开始站出来批评范志毅 称他在这个时候如此态度 甚至比赛开梯之前 就做出这种认输式的表态 有点动摇军心的嫌疑 大家也纷纷拿出阿曼队 也能战胜日本这个结果反过来提醒大家 不能在比赛前就一片唱衰 既然阿曼队能有机会胜日本男足 为什么国足不可以呢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范志毅的这种说法 至少本人认为 球迷们需对范志毅的发声 有理论和公平的理解 同时可以把他的这种发声做三方面的解读 首先 按正常思维来说 范志毅要表达的意思 肯定不只有这一句话 而是有前面的前提 还有后面可能出现的结果 如果大家只提出这一句话 这几个字 自然就会认为 范志毅在给国足备战唱反调 其实 范志毅对国足这个集体 包括中国男足的热爱 还有想要这个团队出成绩的想法 会比我们少吗 这个相信大家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毕竟曾经是这个集体当中最优秀的议员 范志毅即使做出的表达对国足不利 也是哀其不心 怒其不争 并没有要完全否定国足的意思 他只是客观上表达了双方的实力对比 国足明显占据弱势地位 要想取胜 只有期待奇迹 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 却也可以说就是事实 国足想在日本男足面前争取一场胜利 而且还是日本队的主场 也的确是难度极大 其次 不可能迎是大概率事件 奇迹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足球场上还是会有奇迹 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所以 范志毅的这种表达 也是在提醒广大球迷不要对比赛胜利 抱有过大的希望 但是同样 既然是比赛 就有可能出现奇迹 出现偶然事件 所以大家可以先处于一种挨兵的姿态当中 说不定也可以迎来奇迹的发生 就好像大家提到的阿曼能胜日本 国足也应该有敢于赢球的准备一样 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弱队的位置上去拼对手 但是也要有敢于战胜对方的勇气 范志毅的表达当中 有大概率事件的结果 也有小概率事件的可能 只是表达的时候 可能更绝对了一点 大家如果不愿认可此观点 也可以忽略不计 用不着非要认为范志毅是有意在给国足动摇军心 第三 对于国足来说 听习惯了身边人的夸奖和鼓励 也的确需要多听听 范志毅这种性格比较直爽的人的大实话 从国足的实力角度 即使增加了教练组的人数 也有蒋光泰 还有回归的阿兰加入 但是整个国足的战斗力 肯定还是和日本男足有明显差距 而且之前吴磊在首轮国足与日本男足对阵过之后 也做过类力的表态 承认双方之间差距巨大 我们都渴望国足赢 不过也正如范志毅所说 这种赢球的结果 需要奇迹的发生 范志毅说的是大实话 只是不够委婉罢了 至于动摇军心一说 大家大可不必这样来形容范志毅的说法 甚至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以讲范志毅这种方式来认定国足目前的实力 和所面对的形式 反而是一种正能量 是真知灼见 能让国足放下一切包袱 彻底除掉一切心理上的压力 期待在实战当中踢出奇迹 不管结果如何 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关注国足与日本男足的比赛